我真的我今年刚毕业 刚来在成都交了一年的房租 就只上了四个多月的班 房租 在疯狂管理的时候房租一分钱没少 天天比我交房租 我真的没办法 我是两岁的人 你们可能不知道前段时间两岁也出了疫情 你们知道的我们那边都是山村小山村 我外婆她们小山村一个小山村一个丫头都没有 都要封掉 我外婆70多代的人 不让她去县城里面救治 我外婆整整儿儿了四天 姐疯了才送去医院里面 人差一点就没了 我妈当时给我打电话说 你差点见不到你外婆了 我算是幸运的 但是 但是呢 你们多少多少人的大佬是因为疫情 得不到救救而三命的 多少母亲 多少还未出生的小孩 除去的一位母亲 因为 因为有争产的结果 疯狂在家 打了电话七个小时才到道 这太死不忠 这有事情我们人民怎么受得了 不要核权要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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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上 今天 我一直非常愤怒的一点是 为什么我们说一句实话 我这两天我在微信 我在抖音 我都在发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来劝我 小心 小心被抓进去 这一车就是要做几年 为什么 现在这个时代 中国共产党是为什么的 为什么不用人们说实话 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 咱们中国不是说 咱们政府都在说 咱们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咱们的公民 拥有基本权利 咱们有 尤其是为言论的自由权 但是 真的有吗 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但是我们真的有吗 我们不能再丝毫敏感的政治话题 如果带了 不是被警告 就是要做 就是要进去喝茶 政治话题都被封了 都被删了 好好好 关系的 每次国家出乱事 好好好 为什么吴亦凡真的很搞笑 吴亦凡救了多少 多少狗 我真的说一句话 他摸的 每一次国家发生大事 人民发生 人民发生苦难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娱乐新闻 政治的官方媒体在哪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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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要上 人民新闻社 你报的什么新闻 求你看看我们人民 求你们听听我们人民的声音 所有人民打开招来 如果没有人民 怎么能够成就你们 没有人民的用户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三个七 就是 所以 我们要不要和善 我们要自由 不要和善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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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国家会说我们中国没有人权 我在2022年的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我们真的没有 我们真的有人权吗 我们真的有没有 他拿到了 他已经拿到了 拿到了 他拿到了 雅明斯 拿给这个写写 拿给这个写写 我们伟大的外交官 挂出阿姨还有赵叔叔你们在国外 我们也有自己打了 谢谢 谢谢大家的说中国人民说我们的幸福 那么请你看看我们现在幸福吗 哪位哪位好心人的水啊 我们幸福 他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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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真的很否刺 为我们孩子的未来而战 为我们自己而战 为我们自己而战 为自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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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多一点的 咱们都是中国人 为了中国能够更好 咱们这次必须要坚持到底 人民必须要抗坚持 为我们的民主要奋斗 为了自由的中国 为自己而战 为自己而战 我们为了和战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中国 我们不是任何新外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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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